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4月29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過今天的新聞題要 香港政務司長說要用完成方式激起學生情懷 不會硬銷外國教育 港府聲稱23條立法後沒有損害新聞自由 馬克思訪華獲李強接見 並即時獲中國撤銷對Tesla禁行禁停限制 詳細的新聞內容 香港外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週一舉行首次會議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指出 要用軟性的方式達至情感上認同 令港人為國家感到自豪 再自國愛護維護國家 包括透過辦活動 傳媒報道等方式擴置社區 但強調無意將外國主義教育立法 評論認為 所謂的軟性其實只是洗腦 同時反映中共對管治缺乏信心 聽下《純音》報道 本身是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督導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週一出席工作小組會議後見記者 簡介小組的工作方向 表示會參考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法 目標是要令到愛國愛港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大家要自覺維護國家的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 工作小組會有四大範疇 作為一個工作的重心 他們分別就是學校教育 本地的社區 歷史正經文化 以及傳媒宣傳 陳國基說將工作貴納為三個重點 第一個竟然是 第一就是要找出重點 因此工作小組認為 除了這個課程之外 也都要採取一些合適有效的方法 另外兩個重點就是找對方法 強調不是死記硬背 要用完勝方法 例如向學生介紹國家歷史 以及各個方面的成就 激起學生情懷 以及要找好拍檔 協調官方和民間團體力量 善用民間資源網絡 至於傳媒在外國主義教育中 可以有什麼角色 陳國基就這樣回應 我相信沒有一個政府 官員可以硬性要求傳媒報導 這個不存在 其實我透過傳媒的話 其實傳媒是我們其中一個 宣傳的策略 當然我們譬如說 今天我們組織了一些同學去參觀 傳媒幫我們報導 已經幫了我們 幫了宣揚外國主義教育 被問到可不可以批評國家和執政黨 他就補充說 如果批評目的涉及想推翻政府或者顛覆 就另作別論 任何善意的批評 等於我們非常重視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是希望政府好 希望社會好 提出一些有效 有建設式的建議 我們是無任歡迎 這些不僅不是不愛國 非常愛國 教育次針創辦人 楊穎宇向本臺指 香港一定要緊跟中央步伐 但就不敢極端推行 就只能夠在有限的空間 以軟性的方式實行外國主義教育 對於愛國教育推展至社區 楊穎宇相信 和中國統治基礎漸差有關 只不過有人做少少的反抗 政府已經怕了大餐死 所以他要全社會來推廣愛國的話 他才可以有少少覺得安全的保障 港府早於今個月初 宣佈在《憲法和基本法》 推廣督道委員會下 成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協調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 推動愛國主義教育 和中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接軌 適逢中國國慶75週年 陳國基說 將會推出愛國愛港愛社區運動 在社區營造愛國氣氛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順音報導 香港律政司長林定國週一 在報章撰文 申請《基本法》23條立法後 只要傳媒貫徹基本專業原則 無需顧慮違法風險 但根據無國界記者早前統計 今年至今 港府至少七度公開譴責 香港和海外傳媒 香港海外傳媒協會主席顏寶江子 港府試圖重建外資信心 但口說的一套根本沒有說服力 聽聽梁銘康報導 繼早前特首李家超表示 現時沒有需要立法規管假新聞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週一在明報刊登 以變與不變為題的專欄文章 說23條無異 亦不會對新聞自由施加額外不合理的限制 即使傳媒尖酸嚴厲地批評政府 只要貫徹最基本的專業守則 就根本無需特別顧慮違法 事實上今年至今 已經至少有七個傳媒機構被港府公開譴責 翻查報導 單在2024年3月 港府就先後至少公開譴責過明報、彭博、 英國廣播公司、華盛頓郵報和太陽事報 就23條立法的評論和報導 現居英國的香港海外傳媒協會主席顏寶江認為 林定國的說法無法給任何人信心 他理解現時香港傳媒工作者 是不簡單來自政權、政府 甚至北京的一些監察 甚至是媒體本身公司的老闆 一些總檢查 對那個新聞題材的一些取捨 或者是自我審查 而此記者本身因為面對23條 其實都無可避免會產生一種自我審查的一個做法 他理解現時香港傳媒工作者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需要自我審查 而港府近期似乎動作頻頻 希望與國際社會重新接軌 透過城市經濟甚至市場改革 嘗試重振經濟 但是顏寶江認為要吸引外資回歸 不是那麼容易 大家看到香港已經前臨 所謂外資地區總部的數目 在2023年跌到10年身低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驚慌 你看到政府所謂擺出一個和解的資格 海外傳帖歡迎歐洲議會早前通過 呼籲成員國向香港記者提供救生艇措施的 沒有其他條件移居海外的生物工作者 一個離開香港的機會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梁榮康報導 台灣的國防部週日公布 12架軍機越過海峽中線 並靠近台灣北部海域 最近距離基隆37里 前軍方將領直指 中國的戰機在這個距離3分鐘就可以飛達總統府 有學者分析指 中國利用這種軍事動作告訴美國聽 再由美方向後任總統賴清德施壓 520就職後不要有台獨動作 聽下鍾廣正報導 據國防部週日發布的新聞稿表示 過去24小時 有22架共機和4艘軍艦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12架次遇過海峽中線並進入北部空域 軍方利用戰機軍艦按置飛彈監控 空軍前副司令張賢廷回應傳媒表示 中國早就不承認海峽中線存在 而且戰機越來越靠近台灣 從今年1月的43海里 上個禮拜的41海里 到現在的37海里 他質疑國防部公布的37海里 有粉飾太平的嫌疑 我們的軍方在這一方面比較喜歡用基隆 這樣的話這個數據會比較遠一點 大家會比較安心 所以它距離淡水大概只有26海里 那非常的近 那大概飛行的話 一般戰機的飛行大概兩分鐘吧 那到總統府大概三分鐘就到了 所以越來越近 將來我判斷可能會到達30海里以內 那距離淡水大概只有各位輸了 曾經擔任戰機飛行員的張賢廷指出 台灣戰機緊急起飛時間 經過號要5分鐘 幻影2000和F16要6分鐘 根本未緊急起飛 共機已經到達台灣上空 他認為北京是使用溫水煮清華策略 使台灣民眾對解放軍機靠近習以為常 這個政治的效果非常的大 因為台灣已經慢慢沒有新防 沒有新防最重要 中共所打的就是不戰而驅人之兵 它可以不戰而勝全軍破敵 連敵又要美國總統大選 而且現在烏克蘭戰爭 以色列一把衝突都造成美國分身法術 沒有辦法顧到台灣 他看到了這一點 龍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表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和習近平已及外長王毅舉行會談時 美方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至關重要 但可以看出場面冰冷角雪國話 顯示未達如期效果 因此中國藉由軍事行動 重申台灣是內政問題 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樹後王表示 解放軍機距離基隆37海里 在軍事達到持續壓縮台灣空域的目的 但實際作戰時不會飛到台灣那麼近的距離 因為37海里已經在台灣防空飛彈攔截範圍內 而且共機所掛配的武器射程高於這個距離 而政治目的是持續在520前對新政府施加政治壓力 隨著520臨近 共軍類似舉動可能會越來越多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報導 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周日突然抵達北京訪問 並獲中國總理李強接見 外媒報導指馬斯克試圖尋求中國 允許Tesla在中國使用全自動駕駛軟件 在會面後的晚上 Tesla則獲得中國當局 撤銷早前禁行禁停的限制 聽下乾朗、宋子傑報導 馬斯克受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邀請 坐私人飛機在星期日抵達北京 中國官媒高調報導 據央視報導 馬斯克這次是應中國貿易促會的邀請到訪北京 到達之後隨即獲李強接見 李強表示 Tesla在中國的發展堪稱中美經貿合作的成功範例 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將始終向外資企業闖開 李強還安撫外商說 讓各國企業安心、放心地投資中國 對於馬斯克這次突然訪問北京的目的 路透社引述一位匿名的知情人士說 馬斯克尋求在北京會見中國高級官員 討論在中國推出全自動駕駛軟件 並希望獲得批准將在中國收集的數據轉移到國外 以訓練其自動駕駛技術的算法 而在會面的當晚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通報 公布Tesla上海超級工廠生產的車型 全部符合四項合規要求 早前中國多地禁止Tesla行駛或停放 網民朱國祥在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另一名網民刑鑑對本台說 中國今天解禁Tesla 但不能夠保證未來因為政治需要 會再度禁止自由行駛 過去有些停車場、機關單位、機場等地 均已涉及到國家安全的理由限制Tesla 但是目前隨著大量外資的撤出 疫情後的經濟低迷 大量的失業人員、中國政府 為了提高經濟和就業崗位 邀請馬斯克的訪華是為了留住Tesla 但是在以後一旦經濟發展起來 也不排除Tesla會再次面臨被限制的處境 馬斯克在社交平台X表示 詠幸與李強會面 Tesla在官方微博發布兩人會面的片段 並指公司很榮幸能夠參與 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快速發展 公司將會繼續在中國深耕 在人工智能、電動車、儲能等領域 與行業共同發展 加速清潔能源和自動駕駛技術落地 將美好遠景變成現實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乾朗 宋子傑報導 在英國的香港勞權監察 發表《2023年香港勞工狀況報告》 指香港的勞工人口 在移民潮下急劇老化 在超過200個工會解散 或者取消註冊的同時 溫營工會的數目飆升三倍 有工會的理事透露 不時會收到官方機構溫馨提示要小心 又指一旦港府要求理事案國安法宣誓 會認真考慮工會的去向 勞權監察總幹事蒙紹達認為 港府正以另一個手法打擊工會的力量 與其解散潮將會持續 聽聽武文卓 江詠報導 《香港勞權監察》發表《2023年香港勞工狀況報告》 指香港經濟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在移民潮影響下 勞工老化問題急劇惡化 其中20至24歲 以及25至29歲的勞動人口 比2019年急跌三成及一成半 現時60歲的勞動人口佔整體約15% 至於工會數目方面 單在2021年至2023年 已經有218個工會決定自行解散或取消註冊 以及有兩個工會被港府取締 同時會員少於50人的蚊營工會 數字暴升三倍至813個 預計教協完成解散程序後 整體工會會員人數會比2019年前少六分一 報告又指近年工會招收或挽留新舊會員 越來越困難 隨著23條立法完成 預計工會生存空間將進一步收窄 有工會理事Jane接受本台訪問時透露 現時工會需要運作得相當小心 籌辦活動或制定福利時會考慮有否違法 又指不時會收到溫馨提示 她說工會會員流失情況嚴重 但幸好疫情期間被動地積累了一定的財政儲備 暫時能支撐工會運作 她有解釋仍然堅持的原因 其實因為想當日要成立一個工會 都要過五關斬六仗 其實真的很難得才能成立一個工會 因為當日真的很辛苦才能走到這一步 在權益方面 我想最基本的事情 我們覺得是要保持著去做的 所以就算危險或者有點辛苦 都其實覺得不想萬貿而失去它 不過她表示現時香港有風聲 指政府考慮要求工會離市以及原創辦人 雖案《國安法》宣誓 一旦這一天來臨 會認真考慮工會之路是否繼續 其實我們不是說要犯法 不過就確實是因為一條法例 我們不太清楚究竟那條線在哪裡 或者法例確實什麼才叫犯法 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如果去宣誓 其實我會不會自己到時 反而還落了一個再大的陷阱呢 我不知道 可能這是我們之後要思考 究竟是否可以繼續走下去的一個疑問 盧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表示 在《國安法》的衝擊下 據代表性的工會解散後碎片化成為蚊營工會 會員越來越少 會嚴重削弱工會的代表性及談判能力 香港記者協會日前宣布籌款音樂會 會因不可抗力而取消 記協消息更向明報表示 有人稱記協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蒙兆達指在《國安法》和《23條》下 那批刀明顯已經放在很多公民團體和負責人的頸上 但目前未必會再以強硬手段打擊 他可能會受到外面國際輿論的壓力 就是透過陰光你 不讓你舉辦活動 透過這些散播恐懼的方式 迫使你自行解散 會更加在規避輿論壓力的情況下 達至他政治俗稱的目的 他預期在目前白色恐怖的陰霾下 香港工會人數會持續萎縮 加上隨著理事離開行業或退休的情況下 工會理事將會出現斷層 相信工會解散辭會持續 自由亞洲電台武文卓江永報導 陝西明教師向習近平借錢買房的影片 近日在社交媒體上熱傳 他說冒險翻牆 並將控訴當局的文章 當作禮物送給習近平 文章陳情當前經濟危機 已經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時刻 面對民怨 官方卻啟動輿論監管機器維穩 人權律師指 這名老師是用一種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表達不滿 賦予公眾關注這位老師的處境 聽吳亦同宋子傑報導 習近平總書記你好 我是一名人民教師 上星期五 社交媒體X中文博主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發表了一條影片 內容是陝西一名教師喊話習近平 希望向習近平借錢買房 並借機送上控訴地方政府 借房地產剝削民眾 以及當前經濟危機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文章作為禮物 更加暗指自己今天的做法是死間 他強調因為中國的輿論通道是堵死的 只能夠翻牆來求助於習近平 由於國內輿論通道是堵死的 只能翻牆求助於你 他亦都以反諷的方式 表示這些文章可以給習近平更深入地了解地方政府 和國內輿論系統這幾年對人民作出的巨大貢獻 這位教師在展示的一篇長文指出 目前已經進入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局面 但當局卻用輿論監管的武器來打意識形態信息戰 有可能預感自己的影片和文章會激怒當局 在影片的最後 他還說 巴黎藝術家自由廣場運動重要成員掌筆向本台表示 這位教師在影片中講的藝精和比桿兩個歷史人物 說他是一種頗有智慧的自保策略 亦都有可能是給習近平出的一條選擇題 他很聰明 他給了新平一個機會 他說你是希望我當比桿呢還是希望我當被蒸呢 如果是比桿呢習近平把自己比成那個傷作王 你要是為爭堂皇還好一點 你說這策略也好 但其實這個策略未必是起銷的 包括之前像胡晨峰在B站上直播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習近平是不是一個獨裁者 他意正言辭很拒絕的那個人 他的帳戶還是被封鎖 他最後會受到什麼樣的禁慾 或者是受到什麼樣的破壞也好 可能是取決於這個影片最後的流傳的廣度 或者他的社會影響力 中國人權律師鮑龍君 在接受本台訪問時就說 這位教師向習近平借錢更加像一種行為藝術 但從過去的案例來看 涉及中國最高領導人名偉 當局都會強力維穩 因此他呼籲公眾關注這位教師的處境 其實他也就是用這種行為藝術來表達一下不滿 他的那個危險度肯定是 馬上他就會被維穩 就他這個視頻 比如說哈金沙那三個字 其他一些敏感詞 他很快就有可能被當地的公安找到門 就是被拘捕了家人又不吭聲 外界也不知道 蔣筆就表示透過影片可以珍切感受到 中國經濟衰敗現狀 過去中共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 是要靠經濟成長來維持 由經濟下跌導致的民怨沸騰 很可能直接危及政權 另外蔣筆也都認為 這位教師的影片也都顯示 中國草根民眾當中不乏反抗者 只是在當局的言論管控之中 很難發出聲音 他呼籲外界不要苛窄反抗者 是不是舉起價值、民主等的大旗 百姓先從自己的司權抗爭 在未來就會促成改變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吳亦彤、宋子杰報導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屠龍小隊等多人被指示 嫌策劃設置炸彈案週一繼續審訊 屠龍小隊領袖 認罪被告黃真強 以控方證人身份出庭 他確認自己今年2月承認本案的 串謀犯對定名標的爆炸等罪 而串謀謀殺罪則不予起訴 並獲豁免起訴書 如果在審訊中透露自己 曾干犯暴動等罪 將不會被起訴 他在庭上披露屠龍小隊的成立過程 又公稱 之後在Telegram 認識自稱為2014年佔中 佔望中堅分子的吳志雄團隊 並獲邀請參與在科技大學舉行的 前線抗爭勇武派的會議 吳志雄在會上提倡要武力抗爭 又透露將會引入真槍實彈 有關的會議 亦令到他認識有人設立製造汽油彈的工場 及後更以每100支汽油彈連運費 支付10多萬港元的價錢供貨 而每一次行動時 王振強會負責部署和現場安排 其他成員包括4名被告 則負責在現場衝擊和破壞 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證人陳梓華 週日繼續接受辯方盤問 他說在李宇軒被捕後 曾經為李宇軒安排安全屋 並為他坐船來港一試作出安排 辯方又整理了陳梓華 在提出轉任控方證人的要求後 警方和陳梓華的會面記錄 當中除了錄取公尺的時間外 警方在33個月內 合共探訪了陳梓華71次 時間合共83小時 陳梓華公稱 這些探訪都沒有談及任何證供 也都沒有任何半起記憶的訓練 警方主要和他談 他的個人情緒 身體狀況和環壓生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在週日出訪歐洲三國 分別為法國 塞爾維亞和匈牙利 預料將會討論經貿 國乎戰爭和中東危機等國際議題 中國外交報指 習近平這次歐洲行程 將為世界和平和發展 鑄入新動能 面對中國動接以經濟手段 來回應政治紛爭 美國國務院成立 由8人小組辦公室 向受到中國經濟威迫的國家提供諮詢服務 找方法減輕來自中國的經濟壓力 據彭博引述主管經濟與環境事務的 美國國務院次卿 費南迪斯說 越來越多國家要求美國協助對抗中國 因此國務院內設立該小組辦公室 由費南迪斯的中國政策顧問哈特帶領 同樣受到疫情衝擊和中國經濟畢竟的影響 香港和澳門兩地的復甦狀況則大有不同 港府在兩個月前的預算案中 派堂規模大減八成 也不再派消費券 反觀澳門政府週一宣布 今年將恢復向永久居民的中央公積金戶口 注資7,000澳元 除了公積金外 今年也將會向每名永久性居民 派發1萬澳元 非永久性居民 則派發6,000澳元 在澳門08年推出現金分享計劃以來 連續第17年向居民派遣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和社媒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Juan Markov bab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